按敲 我们也可以理解成 一边按一边敲 按摩脚打 这个也是一个外在体外的做工 现在医学对这些 包括针灸这些他们也都承认了 这种自古都有远古疗法 一直都是这样治病的 确实能起到效果 我们说针跟酒 如果是按点来算的话 按血来算 就点你的血 按敲呢 它就是面 点线面 线就是经络 刺激的这个经络 它都是一体来的 包括这个 这个药丸 它都是整体观 那我们说这个 这个按销 它就是表面纹帐 但是有没有用也有用 那你需不需要化妆 需不需要粉饰 有的时候也需要 有的时候这样就来得快 效果好 更直观 按摩呢 按的同时 有的时候也要点数 只不过那个 这个面积就比较大 但是整体的一个一个一个 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联想到这个 中医的外科 中医外科 它其实也有外科手术 以前我们说黄金内经 都治 人都治身体里呢 那外面需不需要呢 终于有没有外科呢 当然有 黄金外经 也是穿 那当然现在一些 偏方啊什么的 可能还有一些残力 有些人 偏然在用 那按摩 按摩 教导 它除了你这个血外症之外 用现在的说法 能活动你的气血 经过 其实这些 都是 给他以这个这个助力 是吧 有的人 这个 也会上瘾 吃药也会上瘾 什么都会上瘾 那这些都是外力 都是外 外在 但是这个也是免费 我们自己也可以按 只不过这个 这个 就是没有那么专业 感觉好像 自己费力 是吧 那 这个 你看现在这个盲人按摩 外头去了 所有的 就就不要说那个什么 那些这个这个按摩店 甚至说这个 以娱乐为主的这些 人们更不要说 你 你就发现他们 便不是那么可疑 亡人按摩 亡人 算卦 责命 这些东西 他们是有一套 口诀的 有一套传的 也见效 也见效 但是 在我这来说 就是他们 并不懂得其中的原理 然后就 就感觉上来说 这个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 包括说明 他 他不会告诉你 他只能告诉你 铁口直断 你就是怎么样 他是一个大的概率 没有错 一个大的规律 整体 但是他 不知道其中的原理 所以说我为什么没有轻易介入输输 我不想这样倒忙 就是 就是盲着播线 还去 指导别人 搞不清楚 只知其然 不知其所有人 就是这个行业里 99.99% 就没有人系统的把这个整理出来 如果他们都知道了 有很多也不要算了 也不要赚钱了 而且很多 都是 他根本就找不到了 已经没办法了 因为不能学 举一反三 但学医之史 真的是 没有其中的原理 迈过 这个 这次 这个科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